升级论症 Hello 大家好 今个星期想讲讲比亚迪 大家都知道比亚迪最近股价表现强势 他在消息面方面 除了他分拆半导体子公司上市之外 其实他下面都是和Tesla 合作电池业务 以及他的电池业务都会加价 新能源赛道方面 比亚迪也是中国极度领先的车期 你看到10月的销售 其实新能源汽车的销售也有8.1万架 同比增长也有2.5倍 对比其他车企不同 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占比 大约已经去到9成的销售 我们看看配股价在276元 50天线都是274.52元 现价目标价是历史高位324.6元 我们也去看看 üzer11535 前选价是349元 明年2月头到期 实际的固观率大约6.7倍